今天跟大家讲琵琶湖的住宿 基本上智河站有两间民宿 都是同一个民宿主因的 可以上升Airbnb去搜索智河地方 可以看到琵琶市家 一间就好像看到的就是一个平房颜色 另外一间就是宿泊 宿泊的那间就比较小一点 大家也看到平房这间也比较细腻的 可以看看我的影片拍了一些影片 有洗衣机、暖气、很多日常的设施 是烤锅、烤箱、烤箱、主食用的士隆 也会一起晒的,非常舒服 可以看看 外边的环境是地下一层 但没什么所谓 冰箱非常大 微波炉、烤箱、电饭煲也有 這間房間是一個看電視的地方 基本上可以搬開桌子 可以搬開桌子 那裏也有床墊 可以在這裡睡到兩至三個人 所以非常方便 另一間房間有兩張雙人床 所以可以睡到兩至三個人 基本上這間房子可以住很多 附近也有兩間食肆 可以有串燒 地方也很近 這間房子是比較近車站的一間 另外這間房子是一個居住 車站大約走十分鐘 又不是很遠 就是居住在三樓 也很舒服 你看到 是榻榻米 你看到了 如果你在自行沒有什麼 因為自行什麼都沒有 可以回到JR去堅田 只不過是十二分鐘車程 你看到堅田就是一個城市 不用了 有百房公司 超級市場 很多食肆 車也有很多 所以可以去那裡 萬一如果雪場停了 就可以乘車去近江金樽 那裡畫 如果你看到 琵琶戶的雪場沒有開 就可以乘火車 進去近江金樽 滑雪場 那個叫雙管山的滑雪場 大約在智河站 乘火車 大約二十幾分鐘車 大約在京都 乘到快車 都要四十幾分鐘 但沒辦法 你轉巴士 上去雙管山的滑雪場 大約十幾分鐘 都很近 在山腳乘港多拿 買票 乘港多拿 上去就可以去到滑雪場 但有心理準備 滑雪場 非常小 基本上來說 就是 你見得到 在這裡滑雪場 就只有 一條 的 Course 當然它很闊 整個Course 但是 不會有很多Course 相對來說 算是足夠 如果你說在琵琶戶 除了住那裡 智河之後 還有什麼地方 其實你可以住 山科站 你可以上網搜尋 這間酒店 四百多晚一晚 如果你住近溫泉 可以住洪琴溫泉 亦有很多旅館 給大家選擇 好 就是這麼簡單 歡迎收看我Slowbox Fans的YouTube Channel 有興趣的話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另外我Facebook 也可以搜尋Slowbox Fans 就會見到我在美國訂回來的最新滑雪產品 有興趣的話可以上去看看 多謝